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完全是命运 我觉得你只能是感叹命运 这件事情其实对所有朋友就是说比较保守思想的朋友们 其实是件好事情 但是对具体的人处于事情本身的弱势是川普 他就是命运中处于这么一个状况 你只能感叹命运 而不是说朋友们想这方法那方法 它是客观表现出来的一些 只要这种事情发生了 它就是那样 我相信如果川普手里也像马斯克这么有钱的话 他就把推特怎么也买下来了 他不费劲去建立真相社会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以为朋友们就说现在朋友们感叹命运的东西呢 弱 总是想寻找一些方法 寻找方法去解决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会给自身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对自我伤害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寻找办法的人 大多其实 否则的话不是这样的话 没有一步错步步歪这句话 一步错步步歪这是 酸命当中的常说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那这步错是自己走错的 这个卖步的是你自己 所以卖步卖错了 卖错了 其实为什么卖错了 大多都是贪婪 就这一步迈向的利益 你利益的基点就是利益 那今天人们在有关利益的基点上 根本就没有反应 就是生命境界不同 然后你会看到 每个人在卖步在讲话在说话的时候 就完全能够能够看到他的悲剧 所以有时候说心里话 看太明白的人 又摆脱不了现实环境的红尘 太痛苦了 说心里话真的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就是他在现实的环境中 要不然人说出 不管佛家也好 道家也好 西方那个神也好 他来到人中去帮人 度人 太难了 那太伟大 太伟大 用人的话太伟大了 因为他的境界高 然后呢 红尘中的人的那种贪婪 包括他追随 就是他自己的追随者的贪婪 那种 那种 那种无知 然后那种强烈 非说自己非常不得了 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多朋友能感受 能够设身处地 你比如说 最后的晚餐 有几个人能设身处地考虑到 耶稣当时怎么看他这边徒弟的 同桌的没有一个不出卖他的 拿着天堂的钥匙的 彼得还出卖他 不叫他师 不认师父 积交钱 不认师父 还三次不认师父 他全都知道 他还得 我觉得 因为人说那是神仙 是神仙 但他有肉身 对吧 你肉身就像你穿着西服 穿着马甲 穿着西服 说你到那边去跑步去 你看这哥们有病吧 没事吧 刚才吃多了 他就一个道理一样 就这道理都不明白 所以我觉得 真的不容易 真的 我只能说真不容易 那我个人只是 表达我个人的说法 想法 个人的看法 所以 就那么回事吧 这就是个过程 马斯克强烈反对 这个对川普的禁令 这个是完全可以感受到的 在马斯克讨论有关 这个真相社会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品味道 可以品味道 那反过来 川普在处理这件事 你看川普在说了那名 就是贴了一张图 说在 在苹果 苹果手 苹果APP上下载 那真相社会第一 推特第二 他出完那张图之后 其实他 川普自己也意识到 那是他不该做的 他再也没出事 他对这件事情 一点都不讨论 他在被迫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只是说 马斯克是个好人 他们之间没有什么 太多疏远的 但是呢 就是说跟总统的概念来讲 跟这个环境来讲 没有太多疏远 而是现在 现在在舞台上 是马斯克 真的是马斯克 马斯克据报道 这是华尔街日报 今天 强烈反对 在推特上禁止了川普的决定 这是一种审查 审查现任总统 是 事件 奇耻大武的事情 那讲这番话的 就是 披露这个消息 是马斯克的助理 而马斯克助理呢 是这个决定购买 决定购买推特的 一个最主要的 他叫点球手 是他 是他一脚 一脚定乾坤的 禁止现任总统 是用推特 是疯狂的 是绝对是疯狂 而且对川普 至今依然不能够 使用推特 感到非常傲丧 这是得到的 我相信 就我个人 我个人也相信 这是真的 这个人说 你没有证据 你 马斯克自己的表述 就是 他对这件事情的表述 跟他在推特上的推文 以及他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去嘲讽 AOC的那个故事 对不对 你别这么挑逗我 我受不了 我这人 他会脸红 我很嗨嗨 就是这样的人 以这样的姿态 去嘲讽 AOC 他就 就一定注定 他会 对川普这件事情 完全是不能接受的 特别是现在 现在的 就是现在的管理部门 现在的 这个 他的 他的政策部门 依然不解除禁令 这是 其实是非常 他讲非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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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就是说 现在的管理部门 跟他完全是对立的 我一会儿 另外一篇内容 跟大家介绍 管理部门 基本乱了赢了 他刚才也是乱了赢了 马斯克一致 没有说明是否 川普重返平台 但是呢 他讲出了 对政策的改革 那其实 保守派人 就回来了 马斯克的 在推特上的 这个 follow的增长速度 是他 在此之前 我们跟随过 很长时间 马斯克 还没有这么快速 增长速度 几百万的增长 真的是几百万 他之前是八千 大概八千两百万 八千三百万 现在是超过了九千万 那不是几百万增长 那他几百万 这种增长量 可能就是当初 从推特上离开那些人 除了极少数人 恢复不了 大多数人都 其实都可以恢复了 那他恢复之后 他就立刻跟随马斯克 就想知道他的想法 所以他是一个 因为回来的人 你看到马斯克的 这个follows的增长速度 就是回来的人 你说有多少新家的人 新家上的 你可以也可以这么讲 那些人原来不进入推特 也是反对他们 所以这是 这是他一个推动力了 那反过来就是说 马斯克的推动力有多高 比如说川普回到推特上 能否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增长四五百万的follows 这是一个对比 人家说涛哥 你不应该这么对比 大家要知道 这故事 不用这么 心眼那么小 对吧 真的不用心眼那么小 这是一个很现实 我一直讲 这是个命运 因为你连命运 你都不去面对 然后把脑袋 塞到沙窝里头 屁股里头 何必 川普说他不会再回来的 那而马斯克也谈论这件问题 就是真相社会 这是个可怕的名字 应该变成小号的 这个我们讲过了 然后就提到川普 被推特除名 除名这件事情 那被指控煽动人 然后没有采控 足够来如何如何 而在有关禁止川普的问题上 马斯克跟当时的 杰克就是CEO 出现分歧的关键点 他这里提到说 多西当初是反对 在将这个川普除名的 但在做出 就是川普总统违反了 他的相关规条款之后 他呢也接受这个想法 在当初的时候 同样是有这种说法 这里也提到 马斯克跟这个 马斯克跟这个 杰克的关系不错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讲过 但是杰克这个人 他的品质 跟他做事的风格 我们也早跟他介绍 其实是不那个的 他在做出相应条款 相应做法 包括他在 参议院作证的时候 他其实都表现出 不冲突 他不是冲突的人 但是他是坚决不改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故事 那后来我们看到 杰克呢 其实是把责任 逐渐在把责任 推给了他的董事会 和推给他的 专门负责政策研究的 他的首席法律顾问 推过去之后 推过去之后呢 你现在看到的故事呢 马斯克遇到的麻烦 同样是同一拨人 所以这样的话 杰克就有点解套 确实杰克感觉上 有点解套 因为他跟马斯克之间的 关系呢 不是很差 那而人们结的很多心愿 是结在杰克身上 所以我更愿意把他说 跟大家描述就是 杰克多西呢 其实手腕更高 其实手腕更高 那当然那些人 其他人是他给他打工 那他可以有这条件了 但我至今不认为 这个人是个恶心的人 那据说呢 他们俩关系很好 那多西曾经底下 跟马斯克说过 应该是个私人公司 而且他来敦促 马斯克去买掉 所以这是下面就披露出一些 都是谁支持马斯克 买下这家公司的 多西曾经跟马斯克讲过 马斯克买掉 推特是唯一的办法 另外一个人就是 巴比伦 巴比伦密封的首席执行官 据说这件事情呢 是促成他购买 巴比伦首席执行官呢 巴比伦密封实际是一个非常嘲讽的政治 那么一个政治上的 政治嘲讽的那么一个网站 他专门去讲笑话 专门去画一些漫画 是这样的一个网站 他在推特上是最后一个目前看到 被封的最著名的背景的这样的个人 或者是公司 当时他就称现任的美国卫生部长 那不是把自己不是小丁丁了 把自己是个老人 老丁丁给切了 然后变成女的 烫个发 然后这个 那这个巴比伦密封呢 就说他是男的 咱瞎装扬算 切完了你还是男的 他就说这个了 说完之后呢 推特就说他侮辱了别人 然后就给他疯了 那可是马斯克大概是跟这个 他的老板关系很好 所以促成了 迪龙三月份发表讲话 促成了这个马斯克发誓要购买他 所以这是前后中间的故事了 所以当时呢 蜜蜂网站就说 莱文就是切了老丁丁的那个人 是2021年的年度是人物 这样就给他疯了 然后之后紧接着马斯克就提出购买的可能 大概只是一前后 紧接着应该是马斯克披露出自己购买了 百分之九点多的这个股票 所以马斯克应该说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说满购局气也好 你看不到任何他所谓的 经济上太多的分析 对吧 你从他能够看到 促成他购买的 他自己的助手 然后CEO的 这个推特的原来的CEO 另外一个网站的CEO 是促成他购买 那而购买的很大 很大原因 是他想修理他 修理他 所以他们主要原因就是要对严格的严厉的审查制度的赠武 他要改变他 另外一个就是PayPal的黑手党 PayPal的黑手党 PayPal是全球第一 我们用的是PayPal 第一个这个在网上支付的这种第三方的网站 应该是相当成功的 所以共创PayPal的亿万富翁 Peter 这个Peter 这个Peter跟另外首席运营官David 是送中车 这个Peter就是AOC曾经在提到过 在那个推文上提到过 后来说这Peter是个同性恋 去嘲讽AOC了 还有他的兄弟 兄弟金巴尔·马斯克 所以他列出了诸多人 去背后推动他 而推动一个很大的缘由 就是他们又何尝不知道 Peter能够有这么严厉的审查制度 是保护着整个全世界的精英左派的这些力量 这是他们 这是他们 怎么说 这是他们打个放屁的地方 这是他们自己的巢穴 所以 马斯克一出手 就等于把巢穴给掀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 Impf作词